大家好,我是指定改 歡迎收看妖怪訓練師 這集是第52集 那我們今天這集要來看 在這次遊戲的一週年特別的紀念活動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好禮 以及什麼樣的活動吧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入遊戲 再次遊戲 我們要留下 個人錄點 再次遊戲 再次遊戲 Easy 請回來 請回來 Sutra 請回來 請回 請回 в請 請回來 請回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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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行排名 那我们这边就不看了 各位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那这个刚刚讲的一周年在线礼包 这边可以看到地亚卢卡 其他地娜 还有顽皮熊猫 雪鸭比这些等等的 那这大部分就是 这是一周年的活动了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好我们回来了 来看一下刚刚礼到什么东西 这就是活动奖励 然后 下面这个是刚刚所领到的 投票的奖励哦 给东西还算可以啦 就刚刚领到了 给他去加一下 那这次其实有一个特别活动也推出了 就是之前所说的洛奇亚爆弹 这个活动呢 在这边推出来了 这个洛奇亚爆弹的活动呢 可以去看一下活动介绍 嗯 那你只要获得这些东西呢 一天可以打一次青年挑战 那剧情观就是 你要透过海资金来解锁剧情 那海资金要怎么拿呢 在海岛历险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火之岛什么的东西 就可以从这边拿到海资金 那海资金就可以去解锁剧情观 那你每天也可以打青年挑战呢 获得这些奖励 那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干什么 先我们在第51集的时候吧 有提到说 一些 一些 神奇宝贝有新的进化形态 那他们亲密进化其实 需要蛮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 亲密的 进化石 那怎么拿进化石 进化石就是你要必须从 这个洛奇亚暴打里面 你只要把那几只精灵 给带上来 带上来的话就可以加成 对 在第八项到第13项这边 就讲到了这个 黑晶 在进化的 一个方法 主要还是从这个 乐幻奖励这边所可以拿到 这边呢 你如果去拿这个的话 就可以去乐幻一些 这些什么东西的 很多很多奖励 不过对我来说 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在这边都可以拿到 那如果需要进化水精灵 冰精灵火精灵的话 都可以在这边 领取用买的 那如果你要进化的话呢 就把他们几个带上来 增加拿到的数量 就是这种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打看看好了 不过目前为止都还是蛮轻松 能打的啦 很好打啊 目前来看随便打就赢了啦 我放保護 做一擊 我沒有帶機器上去所以就沒加成了 不過我是不是應該帶下來會比較好 因為就算我們要進化 帶下也可以增加能拿到數量 那我需要什麼 其實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沒什麼多需要的東西 可能圖鑑才要碎片我比較需要吧 波浮雷也可能是我比較需要的東西 那或許我就 帶對應的精靈上去 反正我只要一隻就可以解決全部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把 月精靈、天亮精靈、火精靈、雷精靈、冰精靈 全部帶上去 就可以了 那這樣剛剛好嗎 那我就留一隻裂空座 那這個就先上陣 那按錯 全部換掉 讓我們看一下會變什麼狀況 把一些 以前的都叫出來 在倉庫裡面 全放的都叫出來 這要找一下 火精靈有嗎 那我有太陽精靈嗎 那我有太陽精靈嗎 有 好 這是 要看一下 月太陽火雷冰 沒有水 月太陽火雷冰 月太陽火雷冰 那我們再打一次 應該 蠻好打的 我的裂空座可不弱啊 看一下這樣會加成多少 那再打這個時候 我就暫且把他們都放的來好了 這應該都秒殺了啦 這應該都秒殺了啦 我這個 用下 雲木 炎五彎 再用再用 抱歉 剛畫面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 就卡掉了 三個 先加成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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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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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個一個 好吧,一個一個一個 就一個一個 這什麼作用 不過有些有點麻煩就對了 這個劇情觀呢,就是你要來這邊找人,然後對決 好好好,全部跳過 哇 不過這個行動點也是一個問題 那可能就要 稍微看一下這個 他怎麼恢復的 那我們就打到這邊 不過時間自動恢復 他沒有寫出來 到底要花多的時間才能恢復啊 那就明天再來打了 就等他慢慢恢復吧 其實放著還是要打一下啦 不然其實挺浪費的 那希望在這次一周年的活動我可以從禮包裡面取得啊 算我每天掛機三個小時 真的有點久 我覺得手機可能負荷有點大 每天掛機三個小時可以拿一個禮包 拿到的東西大概 我有拿到一個中階石吧 還會拿到一個學習機碎片五個 差不多這樣子 好像遊戲也一周年了 我在這個遊戲大概也八個月了吧 也還沒刷到一年啦 也還沒刷到一年啦 好 希望個人可以拿到神獸喔 還要想再多一隻神獸 一隻特別的神獸 不要飛行系的比較好 好那我們今天這集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個喜歡 想要追蹤我的頻道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 也可以幫忙我保護我的影片 像雖然更多人知道 可以在下方留言上留言專頁私訊我 那我的臉書專頁上面有我的直播資訊 我們今天這集就想到這邊了 我是指電改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